新北市長侯友宜和重機車友 一字排開大合照 順便團隊在附近漁港 打造打卡新景點重機驗站 特別邀請YAMAHA的重機女子車隊 來參加啟用典禮 附近漁港是我們全台灣 底端最美麗的漁港 不斷有富貴角 燈塔 立石潮 也有封城公園 所以這個地方有一個無敵海景 在範圍多久以後 我們重新把它打造 剛好可以提供給沿線的重機車手 一個休息的好地方 附近漁港是全台最北邊的漁港 傳統漁座新盛是民眾品嘗海鮮的最佳場日 新北市政府推動海漁港計畫 優化漁民作業環境 畢業結盟也讓漁港的風貌更多元 泰漁港營多元文化 除了我們有重機遺戰以外 我們會辦很多的時尚趴 以及讓很多文化傳統藝術 結合我們的漁港 一起帶動漁港的觀光經濟 像我們的萬漁線已經是品牌化了 其實附近漁港所產的也是很明顯 所以我們不但漁化新鮮漁漁漁 我們的漁港的所有重新彩繪 重新改造讓它多元文化 也就是我們現在海漁港 讓海漁港成為我們新北市漁港 最吸引觀光 最吸引旅客 來到這個地方的好地方 除了重機遺戰外 附近漁港港區內也規劃出 重機專屬停車位 啟用日當天在附近漁港打卡 上傳到個人臉書或IG 就可以到頭可壞掉麵包店 兌換咖啡一杯 到余序消費 還能加碼向好康優惠 記者王叔明 李冠冠新聞報導 聞聞說 鋒